我們稍微補充一下這個Windows的快速鍵 你有沒有注意到你的鍵盤上都有兩個Windows的Logo 請問平常各位會用到那個按鍵嗎? 按一下是什麼功能? 開始 對不對? 按一下就是開始 像這樣按一下 但是大部分大家就這麼按一下而已 就從來沒有想過他還可以做什麼 事實上他有很多功能跟他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今年有沒有看到情人節才寫的這一篇嗎? 因為你常常跟他在一起啊 對不對? 所以還是要了解他一下 好 那你看一下到底他能夠做什麼 教學上可以補充一個不足 我們剛那支筆沒有放大鏡的功能 你有注意到嗎? 只能畫而已喔 如果你要放大怎麼辦? 怎麼辦?這個加上加號跟減號就好了 你可以用數字鍵盤 也可以用那個英文鍵盤上面那邊都可以 因為有的筆電沒有數字鍵盤 所以你那個Windows按著 然後加號 請問這樣有沒有放大? 這樣有簡單吧? 如果還要再放大可以嗎? 那你就繼續加 這樣會了嗎?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需要放大 這個功能就好用喔 就好用 那當然他有幾種檢視方式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一種 你剛剛看到這一種 其實他是屬於什麼? 就是全螢幕放大的 他還有一種 來往下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透鏡的 透鏡的就好像我們那個放大鏡這樣子 你滑過去的時候 我這裡有示意圖 這樣有看到嗎? 等於說他跟著你的游標滑鼠走 我只放大那個區塊 放大那個區塊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做調整的 你可以去找到這個 剛剛你啟動那個功能之後 會有一個這個工具 有一個那個放大鏡在那裡 你滑過去就可以設定 所以這個功能其實還不錯啦 還不錯 那基本上呢 你看一下 放大比例原則上 我大部分都是用到200 這樣會比較OK 會比較OK 好 再來 現在開了那麼多 要顯示桌面 這個加D 有沒有就回來了 還是你比較喜歡找 現在顯示桌面很小很小呢 你喜歡找這裡嗎 你沒有發現 現在WIN8以後 顯示桌面就是在那裡嗎 以前有一個圖示對不對 現在是沒有的 你不是很很認真的 找這裡點一下嗎 這樣才會顯示桌面啊 事實上都有快速鍵 所以其實你要做的時候 這樣就比較方便 那另外如果說老師您 或同學你要做簡報的時候 是不是要切換 把你的畫面切到投影 這個加P就好了 不是列印 是投影 因為投影叫Pudget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的 看一下 到底你現在螢幕是屬於 電腦螢幕同步顯示 還是延伸出去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筆電上 有快速鍵沒錯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它現在是哪一個模式 這是最討厭的 所以你透過這邊就可以 那另外像檔案總管啊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加1 Expolar 所以這樣 有沒有就打開檔案總管了 千萬不要在那裡按右鍵啊 再來找 這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 快速鍵是要給你閉著眼睛用的 OK啦 那下面的我就不再講了 反正基本上可以參考 可以參考 好那順便問一下各位 你們的作業系統 有升級到Win10嗎 有的話 你們家有虛擬桌面喔 真的啊 你們家有虛擬桌面啊 在這裡 輸入法切換沒問題 在這邊 欸 有一個Win10的 我沒有我沒有弄到 這個 有沒有新增桌面 對啊 如果Win10之後 你就可以比較專心了 這個 你看 這樣有沒有比較專心一點 不受干擾 想回家 就按這裡 回來 這是Win10之後 有的虛擬桌面功能 我是按哪一個 這個窗戶應該不用話太認真嘛 加這個 這樣了解了嗎 你要幾個就幾個啦 不過不要忘記 你只有一台電腦 所以太多個 電腦會變慢 就是你加上這個加table 你可以切換應用程式 也可以切換桌面 其實 現在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一個這個東西 因為 同學 不要說老師 同學是也有需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現在大家是太不專心 所謂的專心就是說 你FB也開著 Line也開著 沒事就 咚咚咚咚 很多干擾 對不對 就算他你把它切靜音 他也會在那裡閃啊閃啊閃啊 你就不小心就看 喔順便再看一下 然後呢 糟糕 報告還沒寫完 等到一個小時 怎麼又浪費時間 又在看那些新聞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虛擬桌面可以比較專心一點點 你要報告的 你就在這邊 然後那些 服務群 那個朋友的 就先擺旁邊 才不會干擾到你 不然你關掉 他會說你怎麼都沒開 你就跟他講 我沒注意到 因為我在用虛擬桌面 不好意思 這樣就好了 OK齁 好 跟各位開開玩笑 那這個功能確實是還不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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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